VoA卫视 接下来是新潮USA栏目 在美国 好几个州的民众很惊讶地看到 大街上会出现没有人驾驶的汽车 如今 在佛罗里达 内华达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 实验性的自动行驶汽车已经上街 已经合法了 在不久的将来 或许其他州也会紧随其后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高科技公司谷歌已经拥有一个自行汽车的车队 截止到2012年8月 这个车队的总行程已经达到48万公里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汽车制造厂 也都在自行汽车方面努力攻关 瑞典沃尔沃公司已经在做路上测试 并计划在2020年之前正式公开销售无人驾驶汽车 2012年9月 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签署了一项法律 允许自动汽车在加州上路 今天的许多科幻正在成为明天的现实 自行汽车就是一例 自行汽车上所用的科技包括摄像机雷达和运行感应器 自行汽车上使用的新系统 经过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防高科技项目研究所 招标进入的方式进行改善 梅森是美国兰德公司的工程师 2004到2007年间 他在美国的投标竞争过程中 协助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 每两年汽车都要回炉 而且每次回炉都吸收了十倍于过去的信息量 这样一来四年以后 信息量就比从前多了一百倍 汽车的造价现在也比过去高多了 但是它的性能也提高了很多 在前不久的洛杉矶汽车展上 可以看到未来的无人车 不过这些车还需要人驾驶 这部微型的三菱车燃油效率比过去高多了 本田公司美国分部的努奇女士说 新的电子功能进一步增强了本田自行车的安全系数 安装在乘客那边的观测镜上的摄像机 可以帮助导航安全地从一条车道转到另一条车道上 其他安全性能还包括车头和侧面安装的 防止撞车的预警机制 目前这些机制都能协助司机 但是还不能取代司机 比德森汽车博物馆的讲解员说 未来的自行汽车可以让高速公路变得更加安全 交通系统里面要是去掉人的因素的话 出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小多了 不过大部分消费者一开始可能还不愿意放弃 掌握方向盘的权利 那样人们意识到这方面的科技是可靠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科技先得要让人信服才行 梅森说现在新科技已经过关了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降低成本 让一辆自行汽车从耗资数十万美元 降到普通人能买得起的价位 这里是VOA卫视的新潮USA 灯光 摄像机 表演 好莱坞呈现最佳水平 庆祝圣诞和新年 并且为下一届的奥斯卡大奖做准备 从动作片到经典剧目到神话 这些影片力图让观众在影院里 远离城市的烦恼 尽情享受视觉盛宴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洛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乔赖特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 安娜卡列利娜 是一部经典的赫岁片 服装丰富多彩 音乐扣人心弦 演员阵容强大 英国演员赖特利扮演女主人公 把描写过去的经典小说改变成电影 应该怎么做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了 这部作品已经多次搬上一幕 光是平平常常的改编重拍 没有什么意思 安娜卡列利娜是一个有地位的已婚妇女 她爱上了年轻出身贵族的军官沃伦斯基 两个人之间的恋爱 和表面上循规蹈矩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 最后安娜为此付出了代价 导演乔赖特在这部片子里强调了19世纪 俄罗斯上乘社会的娇柔造作 她将安娜的世界描写成一个外表豪华 但是让人窒息的空间 安娜最后卧鬼自杀 我的名字叫做派帕特尔 我现在在一个救生船上 身边只有一只老虎作伴 请前来相助 《少年奇幻漂流》 讲的是生存和信仰的故事 片子的调子比较高昂 这部片子也是根据一本书改编的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需要有很强的想象力 如今获得奥斯卡奖的台湾导演李安 采纳了高超的摄影技巧 喜欢惊悚剧情的观众 可能会对《逃离德黑兰》这部片子情有独钟 这是一部间谍片 主角是中央情报局特工门德斯 门德斯历经艰险 在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 把六位美国驻伊朗的外交官解救出来 你真的以为你编的故事能够救我们的命吗 我认为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逃离德黑兰》是由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 奥斯卡奖得主艾弗列克执导并领衔主演 剧情是根据事实改编的 另一部贺岁片《霍比特人》是一部传奇 具体说是《魔戒三部曲》的前传 也就是根据英国小说家 托尔金同名小说改编的《魔戒三部曲》 发生值钱的故事 所有这些贺岁片当中最后出场的 是根据法国小说家余果的《悲传世界》 改编的音乐片 导演是也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胡博 在前面提到的安娜·卡耶利娜的制作 很不一样的一点是 这部片子在剧情上和原著贴得很近 这部片子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包括海瑟威和杰克曼 音乐也是严格按照原来的舞台剧的版本 这部影片讲的是人间的亲情和悔过自新 充分反映了圣诞和新年的精神和气象 所有这些电影 不仅仅能够在节日期间赢得众多的票房 制片人很可能也同时瞄准了 1月份的奥斯卡提名 VOA卫视新潮USA 美国的监狱系统从很大意义上来讲是循环式的 40%以上的犯人服刑期满之后 不出三年又重现领域 监狱官员通过授课 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各种方式 帮助犯人停止重返监狱的恶性循环 马里兰州的一所监狱里的管教人员 想出了办法 让犯人在回过自新的同时 修复图书馆里的破损书籍 请看美国经济记者泰博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伯伊兹的监狱里 几个犯人正忙着修复 从图书馆里拿来的一些破损了的书 书的封面里面撕坏了的纸张等等 都是由他们负责修复的 在这个过程中 华莱士等犯人在学习新的本领的同时 也可以减刑 光是把一些破损的纸张 粘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要是书的脊梁没有了 人们往往就把整本书给扔掉了 也正因为如此 我特别喜欢修复书的脊梁 看到人们对我做的工作满意 我心里感觉好多了 华莱士在修复书籍的同时 也在修复内心世界 从前我不是很擅长传统意义上的工作 只是在街上瞎混 结果就混到监狱里来了 能在这修补一些书 做些积极的事 让我感到我也可以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而不是负面角色 点狱长格林开发了修补书籍这个项目 他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犯人 逐步重新建立信心 美国监狱系统最大的问题 也是国际监狱系统的最大问题 是监狱系统里的暴力 要是犯人们能够觉得 自己做的事有意义 要是他们能够觉得复兴期间 人生价值还没有完全失去 或许监狱系统里的暴力会减少 我从来都认为 假如你给监狱里的犯人一个机会 让他们做一些实在的 有意义的事的话 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修补书籍这个项目是今年4月开始的 22个犯人总共修补了400多本书 这些书籍来自地方上的图书馆 很多书都已经绝版了 由于犯人们的努力 这些书又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也让华莱士对自己的未来重启希望 我的目标是回家找份工作 可能一开始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但是总要有份工作 一步步来吧 然后再申请学校 典狱长格林看到 修补书籍的项目进行得很好 觉得下一步可以把这个项目再扩大 把当地中小学和大学的破损书籍 也拿来修补 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等十个国家的政府代表 来这参观过 我从来不想为犯罪行为开脱 但是犯人一旦到了我们手上 如果我们不尽力帮助他们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应该感到羞愧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感谢